在中国,一个女人身材美不美,就要看她穿上旗袍的样子。 旗袍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身衣发展下来的。 所谓的身衣即古人所穿的上衣下伤合为一体的衣服。 清代的西装,胸、肩、腰、臀完全平直,且衣身宽松, 因买人又成奇人,所以就有了旗袍之称。 民国初年依旧保持上衣下裙的形质。 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,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大量涌入,旗袍才开始变fashion。 两体裁衣对于曲线美格外关注,九翘三弯成定型。 不过,到大袖依旧保留,只是变短,袖口也不再那样宽大,主要突出手臂曲线。 三十至四十年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,这时的旗袍与欧洲流行的女装扩形相吻合。 长度缩短至小腿中部,袖子缩至肩下两寸。 几乎接近无袖,领子渐低,整体,简便,朴素,试题。 六十七十年代,旗袍受到海外女性的关注,为突出视觉效果,加上了垫肩设计。 进入现代,不仅可供选择的旗袍多了,而且还能量身定做。 但唯一不变的,依旧是它那独一无二的东方魅力。